2004年夏天,大鲨与O'Neal走了 Kobe迫切实要向世人证明 没有Shack,他照样可以率队夺冠 在03-04赛季的一场季前赛中 向爱耍宝的O'Neal在篮下一个鲨鱼室爆扣得分后 冲着坐在场边的胡人队老板Jerry Bus大喊了一声 Pay me 摄像机镜头马上对准了巴斯老板 只见他勉强挤出一点笑容 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心底的不悦 最终在04年夏天,在和鲨鱼的宫斗剧中 Kobe赢得了老板的青睐 但却几乎失去了一切 鲨鱼和Phil Jackson在离去时 将他塑造成了一个自私且冲动的青年 蝉狮甚至在他的自传中将Kobe描述为不可调教 赛场内外都无人愿意承认他的价值和贡献 媒体更是大肆攻击他太过自私 加之无缘季后赛,04-05赛季 无论是从事业上还是家庭上 Kobe都跌至了人生的最谷底 而且深不见地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 这就是一个步步登天的少年 最后坠入魔道一无所有的故事 那也就没有后来的战神和嗜血黑曼巴 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将无处安放 05年夏天 蝉狮归来 发现Kobe已经化身成了 兔子黑色蛇性的黑曼巴 海报上的他 背后长有堕落天使的翅膀 他不言不笑 紧敏嘴唇 脸露毒蛇般的胸光 急切地想要向这 对他充满敌意的世界复仇 至于禅师回归的原因 他本人的解释是 全联盟最熟悉三角进攻的球队 莫过于胡人 而最精通三角进攻的球员 莫过于Kobe 因此 二人之间的恩恩怨怨 全都一笔勾销 两人又重新站到了 同一条战壕里 节目站 胡人客场挑战轻快 Kobe用自己的神奇表现 向世人释放出一个 强烈复仇的信号 两队在常规时间里 难分高下 不得不进入延长赛 中场前0.6秒 Kobe一个虚晃假动作之后 在23英尺外 干拔跳投 又一记无比精确的压哨绝杀 帮助胡人拿下看门红 节目站的绝杀 对Kobe来说 只是小事牛刀 在半个月后 他就在无场比赛中 三次砍下40加 在12月份到来前 Kobe在13场比赛里 9次红下30加 把无与伦比的得分能力 展现得淋漓尽致 与上赛季 那个偏暗在三分线外 突失冷剑的外线杀手相比 这个赛季的Kobe 在打法上有明显的改变 胡人重回三角进攻体系之后 Adom在高位穿针引线 Kobe在进攻段的空间 变得前所未有的开阔 除了继续在三分线外 运取于球之外 他还频繁下沉到内线要位 通过炉火纯青的背山单打 来轻松取分 也就是从 就12月份开始 胡人开始了 孤注于智的改变 向来注重整体的蝉尸 把球全部招给Kobe 然后任由他一个人 来解决问题 Kobe可以尽情发挥 自己的得分能力 整个胡人则为他单人配角 于是那个冬季开始 变得绚人眼目 历史上屈指可数的 单人杀戮游戏 在全美的各个城市上演 05年12月12号 胡人对阵小牛 Kobe砍下43分 4天后对阵巫师 Kobe再度红下41分 12月20号 胡人主场对小牛 Kobe开场拿到前场篮板红中投 随后右侧试探部后再中投 接着Kobe一条龙推到前场 晃动后翻身上篮 再连中两个钟头 半截时间 Kobe已经略下了10分 Kobe今天的手感似乎不错 现场赛评说道 半场比赛过后 Kobe的速度 力量 技巧 全部体现出来了 他频频突击篮下 命中中远距离 斯泰普斯的氛围 开始变得诡异 他们仿佛预感到 将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 第三节结尾 Kobe右侧切出 仰手命中3分 这是Kobe个人第62分 胡人九叔比61领先 Kobe在第三节 独得30分 创下胡人队时的 单节得分最高纪录 Kobe将右手放在耳边 然后一拳怒垂自己胸口 连锤无下 他没有笑容 只有愤怒 三节62分 一个人的得分 胜过小牛全队 然后第四节 Kobe不打了 胡人巧迷 目睹了一场 旷式的得分表演 赛后 小牛主教练 Avery Johnson 弹击Kobe时 净显无奈 我们尝试过很多种防守 可根本拿Kobe毫无办法 或许他在那时 已经进入自己独有的境界中了 Dirk则志愿不讳地说道 今天晚上 Kobe让我们每个人 看起来都像傻瓜 世界沸腾了 这种杀神附体的姿态 只有8687赛季的Jordan 60年代的张伯伦 与Elgin Baylor曾出现过 令人感到刺激的是 每天你收听 关于胡人的新闻时 都可能听见 40分 50分 甚至60分 05到06年的冬天 Kobe对抗全世界的游戏 在全美到处都在上演 一切 一个人无法正视一支球队的陈词烂调 在这个冬天都消失了 Kobe可以对抗一切 而且乐此不疲 仅仅8天之后 Kobe又开始了 另一波得分狂潮 连续5场40加 Kobe的表现 仿佛在进行一个寻回演出 他要让全世界的人 都感受到他的狂怒 而黑曼8展现狂怒的方式 就是用得分撕毁对方的球队 Kobe像是这个世界上 最后的挣扎的天杀孤星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 Kobe雕琢起他 独一无二的投篮姿势 05年之后 Kobe在进攻端的低位技术 突飞猛进 Kobe的力量不断加强 他更懂得用肩膀 做一些细微的动作 他的左右手难分伯仲 甚至可以用左手投三分 陪他下季 每天2000次的投篮训练 以及Kobe今年累月的 一对一自我雕琢 在进攻端 几乎没有他做不出来的动作 无论是背身单打 面框切入 还是无球跑动后接球攻击 他都有无数花招可以展示 Kobe可以从球场任何角度 随时出手命中 他那一身结实的肌肉 外加无视封盖的后仰投篮 令他可以用背身碾压对手 比他高的人速度没他快 比他重心低的人 Kobe可以左右翻身随意中投 于是在这样的进攻狂潮 和炫目的单打技巧中 06年1月19号 Kobe的全场51分 甚至都不怎么显眼了 因为仅仅在三天之后 Kobe为世人奉上了一场 载入史册的伟大表演 单场81分 06年1月22号 斯泰普斯中心 可怜的多伦多暴龙 成为了这场伟大表演的永恒配角 Kobe在上半场拿下26分 放到任何一名其他球员身上 这都是可圈可演的上家表现 然而 跟Kobe自己在下半场的杀神下凡相比 半场26分只是开胃小菜 仅在第三节 Kobe就一口气拿下27分 可即使Kobe如此高效 胡人全队却一直浑浑欲睡 紫金军团在第三节 甚至一度落后多达18分 于是 属于黑曼巴的杀戮还在积蓄 也许对其他胡人球员来说 这只不过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常规赛 但是对Kobe而言 这场比赛却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 他坚决不容许有任何闪失 因为这一天是他过世的祖父的生日 也是他白发苍苍的祖母 第一次来到现场看他打球 Kobe决定全面开启杀戮模式 彻底接管比赛 无论是篮康附近的空中拉杆 气肉篮下的突破上篮 转身虚晃之后的后撤跳投 还是标志性的试探部干拔投篮 Kobe把自己的18般武艺耍得风生水起 凭着单枪匹马在暴龙阵中杀进杀出 直见Kobe右侧起手三分球第47分 左翼底线突破 智空换手上篮第49分 胡人只以81比85落后4分 在两个扣篮和两个中投后 Kobe得到59分 胡人已经反超了 此时观众的注意点也转移了 与暴龙的比赛成为了肆药 他们开始明白 这很有可能成为近40年来 最壮阔的个人得分表演 甚至有可能是彩色电视转播史上 经历过的最伟大的得分盛宴 于是MVP的呼喊开始一浪高过一浪 全场经两万个声音在祈祷 每次Kobe拿到球 每次他起跳投篮 便会引发人海骚动 而每次他投尸 都会引发嘈杂的惋惜声 这是整个斯泰普斯 对他发出的鼎礼膜拜之声 拥有着如Chris Bosch Jalen Rose Mike James这样球员的暴龙队 彻底的成为了配角 当所有人意识到 Kobe已经开始狂飙突进时 多伦多只能无可奈何 成为对手的暴龙队 开始被逐渐遗忘 所有人都待等待着Kobe的极限 以及积分板上他即将创下的记录 一个月前 蝉诗在与小牛之战的第四节 将Kobe留在了板凳席上 为此有媒体说 蝉诗可能让Kobe错过了 创造NBA历史得分记录的机会 本场最后时刻 蝉诗对一个助理教练说 他想把Kobe换下来 我觉得你做不到 他已经得到77分了 主教说 于是蝉诗听之认之 直到比赛剩余4秒时 多伦多给了他一个坏人的机会 他却让Kobe下场 送上一个敬祝的拥抱 Kobe的最终得分定格在了81分 他退场时 一手指天的画面 成为了那个时代永恒的景点 全场起立致敬 这一玩 Kobe的对手不是暴龙队 不是Jalen Rose 而是历史上 所有那些曾突破 个人极限的超级得分手们 是Michael Jordan Bernard King 是Larry Bird 然后是71分的Elgin Baylor 是73分的David Thompson 是100分的张伯伦 这些名字和数字之上 如今列上了他的名字 Kobe Bryant 81分 他凌驾于一切之上 除了Wilter Timberland的100分 所有的记录为之颠覆 在这个联盟成立了60年后 伟大的记录们都封城在40年前 06年 Kobe达到了他个人技巧的巅峰 他的得分已经不只是分数的累积 而是他的骄傲 他要以不同的方式 向对手展示自己的得分技巧 一次又一次 我就是可以用这么多方式 在你们头顶得分 而他在这个赛季的神奇表演 还远未结束 对这个世界的复仇 还远未结束 而Kobe在当时 拥有如此强大的进攻火力 我相信一定圈粉了无数篮球迷 很多Kobe的 或者是已经步入社会的NBA粉丝 也面临着生活压力增大 对健康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 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加健康的身体 要实践生活 研发了32例极致占力马卡胶囊 这是一款专为成年男性研发的保健食品 每天饭后补充一到三颗 提升您的精神力 健康性和运动表现 帮助大家在运动中更加强劲 增加耐心 体能更强 在生活中维持健康 提升信心 本产品采用了七大配方 氧化氮菌 痛拿叶 马卡 心 四氨酸 金氨酸 南瓜籽 其中更是市场上第一支 使用NO氧化氮菌的男性商品哦 药世界生活 近期的优惠活动已经开始 时间是2月25号到3月12号 保健食品任选三件85折 五件79折 单笔消费蛮2500台币 急赠品牌成人医疗口罩一盒 不条款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点击说明区的链接 并输入代码LoveNBA获得优惠 祝福大家都能有一个健康强壮的身体 愉快和健康地度过每一天 到赛季结束时 Kobe场局后下惊人的35.4分 创下自86-87赛季的乔丹之后 最高得分记录 除此之外 他六次得分超过50分 27次超过40分 实质名贵地入选了年度一阵和一防 尽管Kobe的个人表现如日中天 但胡仁在这个赛季的战绩却一波三折 开局阶段 胡仁四处碰壁 前15场比赛只拿下6场胜利 11月战罢 胜率仍低于50% 好在胡仁队随后在12月奋起直追 以15胜14伏的战绩结束了2005年 全明星周末开打前 胡仁队战绩变成了26胜26负 常规赛结束 胡仁最终收获45胜37负 比上个赛季多赢了11场 在太平洋赛区名列第三 整个西部联盟位居第七 重新回到了季后赛 但Kobe身边的帮手实在少得可怜 球队二号得分手是场均14.8分的 Lama Autumn 05-06赛季的Kobe 用自己一场又一场的高得分表演 神声带队杀进了季后赛 而胡仁的对手是排名西部第二的太阳 Kobe与老对手Nash狭路相逢 系列赛前 很多人认为 这将成为Kobe对太阳的标分大战 毕竟是最强个人进攻 对上最强宽体进攻 如果面对防守一般的太阳 Kobe能有场均35甚至40分的表现 那么胡仁将有可能晋级 但事实上那样的场景并没有出现 常规赛杀疯了的Kobe 一直压抑着内心的得分欲望 他以传球带动队友为优先 前四场送出了25次助攻 胡仁队因此大比分3比1领先 这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结果 尤其是在集四 在陷入犯规麻烦后 Kobe频频送出精秒传球 满把全场8次助攻 同时在球队最需要他的关键球能力时 又能及时挺身而出 那一战Kobe奉献了举世震惊的双绝杀 比赛最后时刻 Smash Parker成为胡仁骑兵 他先行着Nash标中3分 接着又送出关键抄截 Kobe加速炮头打进 将比赛托入OT 延长赛中双方剑拔怒张 激烈地敖战到了最后一秒钟 最后时刻 Nash中线遭遇包夹 出现失误转换球权 只见Kobe运到罚球线附近 拔地而起 黑曼巴无视两名防守球员 跳投绝杀 一级命中 斯泰布斯中心瞬间沸腾 这是NBA季后赛历史上 首次出现双绝杀 局势震惊 而在另一边 胡仁的同城对手快艇 此时已经淘汰精快 洛杉矶人翘首以盼的洛琼德比 有望在季后赛上演 可没想到 胡仁在此后比赛中的衰败速度 比他们在此前比赛中的 崛起势头还要惊人 转瞬之间 太阳队就把总比分改写成3比3平 第七战继续回到凤凰城 所有压力全都压在了Kobe一人肩上 胡仁开局慢热 首截以15比32落后 四截打出30比28 Kobe上半场13投8中得到23分 可谓状态神勇 然而当比赛进入下半场 令人匪夷所思的情节却一再上演 Kobe明显放弃了投篮 他一次又一次把球 传给了身边的队友 希望他们能够利用空挡机会命中投篮 等Kobe的希望 却一次又一次落空 整个下半场 Kobe仅仅只有三次出手 命中了一球 而胡仁首发五虎 全场合计只有50投17中 90比121 胡仁一败涂地 瓦瓦囊囊地输掉了抢气之战 曾经在局势中 两度绝杀太阳的Kobe 在这轮系列赛的最后一刻 反遭太阳绝杀 赛后媒体又一次一口同声地 把Kobe定上了耻辱柱 指责他在下半场 故意消极比赛 巴克利宣称 Kobe此举不过是为了公开曝露 队友们低劣的投篮能力 著名球评人Bill Simmons更是干脆 给Kobe再次贴上了自私的标签 然而Kobe本人却失口否认了一切 他表示 自己只是忠实地执行了下半场的比赛计划 尽管禅师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了Kobe的说法 但并没有多少人愿意为Kobe的说法买账 Kobe波澜帐阔的05-06赛季画成了句号 但关于他的争论并没有休止 因为大鲨鱼在年年夏天和Wade赢下了另一座总冠军 这再次将Kobe退上了风口浪尖 帮助热火夺冠之后不久 O'Neal出现在纽约的一家夜店 甚至即兴为人们表演一段讽刺Kobe的说唱 鲨鱼这样高兴地喊道 你知道我现在有多高兴吗 没有我 Kobe就是不行 Kobe内心的愤怒已经无法用言语表达 自从窝窝囊囊的先赢后输 丢掉于太阳的抢气大弹之后 他又彻底向外界锁上了自己的心门 对于外界的任何窥探 Kobe的回应始终都是冷冷的眼神 这个轰轰烈烈的赛季到此画下句号 胡认和Kobe的总冠军梦想 又一次提前搁浅 在吃手空拳用81分镇进世界之后 Kobe已经完成了自我救赎 但唯有再次夺取总冠军 他才能彻底洗刷掉一切质疑 真正躋身最伟大球员行列 于是当队友们陆续展开休假之旅 眼中冒火的Kobe仍然留在球馆里 和刘甲辈的苦练不止 与此同时 他还做出了一个临时人议论纷纷的决定 8号Kobe已经成为历史了 新赛季我要改穿24号 而那又是关于Kobe Bryant 另一段救赎的故事了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